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44收官 杨幂遭遇疯狂吐槽 自从电视剧哈尔滨1944开播以来 就备受观众们的关注 不过 这部剧一直以来的口碑并不算太好 尤其是杨幂在剧中的表现 更是遭到了一波又一波的吐槽和群嘲 一 面对杠武戏份 杨幂遭疯狂吐槽 在剧中 杨幂饰演的是女特务林妙妙 在一场杠武戏份中 她不仅扭腰摆臀 还要不停地转圈圈 而且还要比划各种比较燎人的小动作 整个表演过程 无论是动作还是眼神 都让观众非常的尴尬 有人直接表示 这样的表演 简直就是在拉眼睛 可谓是如坐针毡 如忙自备 完全破坏了观众的关剧体验 因此 杨幂也是在网上遭到了疯狂的吐槽 有网友调侃道 杨幂这是要以舞蹈之名 来糟结一群观众的眼镜吗 二 演技夸张 被吐槽女特务演成了女保安 而在剧情方面 杨幂饰演的角色也是备受争议 很多人觉得她的演技有些过于夸张 再加上一些不合群的表演细节 导致她在剧中根本就没有什么特务的感觉 反而更像是一个女保安 因此 有人调侃道 杨幂这是在将女特务 和女保安进行无缝切换吗 可以说 她在这部剧中的表现 的确是相当的翻车 而这也成为了她被吐槽的一个主要原因 二 主演电影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 杨幂再次翻车普及 除了电视剧的口碑不佳之外 杨幂主演的电影作品也遭遇了一些问题 尤其是最新上映的电影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 更是因为各种原因 直接被铺接 上映几天就宣布要撤档 可以说是遭遇了滑铁炉 一 电影铺接 杨幂遭遇瓶颈期 这部电影一开始上映的时候 还得到了不少观众的期待 毕竟吃货主题的影片 在这个吃货遍地的时代 一般都不会太差 可是没想到的是 上映之后的口碑和票房 却是遭遇了滑铁炉 观众的观影热情并不高 更重要的是 这部电影目前的口碑也不太好 很多人觉得里面的故事情节有些反味 而杨幂的表演也并没有太大的亮点 反而让观众觉得有些别扭 因此 制作方为了不继续亏损 只能够选择撤档 可以说是遭遇了一次非常大的瓶颈期 二 演技遭质疑 如何扭转口碑 而导致电影铺接的原因之一 很可能就是杨幂的演技问题 如今的她 明显已经进入了一个演技瓶颈期 观众对于她的表演 已经没有太大的包容和理解 反而会觉得有些疲劳 无法真正地欣赏她所呈现的角色 而现在 她所参演的作品 也已经无法再通过热度来支撑 观众更加关注的 无疑就是她的演技究竟有没有得到提升 该如何扭转目前的演技问题 因此 如何在这样的情况下 扭转口碑 已经成为了杨幂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三 汪海玲点评杨幂演技 直言她表演元素单一 针对网上对于杨幂演技的各种吐槽 也包括央视的点名批评 最近 电影频道专门请来了知名编剧汪海玲 就针对杨幂的演技问题 进行了点评和讲解 一 汪海玲点评杨幂的表演 毒蛇直言表演元素单一 汪海玲此次的点评 可以说是非常的毒蛇 她直言无疑地表示 现在网上对于杨幂的各种吐槽 其实都是非常真实和客观的 而且杨幂的表演 的确存在着一些问题 尤其是在演技方面 她觉得杨幂的表演功底并不算太过扎实 而且所呈现的表演元素 非常的单一 无论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都会让人觉得有些浮于表面 甚至会觉得她根本就没有将角色所需要的灵魂 表现出来 二 给杨幂打翻 表演精神可以打七八分 但实际效果只有五分 针对杨幂的表演 王海玲甚至当场给出了评分 她觉得杨幂的表演精神 可以打到七八分 因为她的确非常用心 并且也非常的投入角色之中 可是 真正的表演效果 可能只有五分左右 也就是刚刚及格而已 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课 也直接地指出了杨幂当前的演技问题所在 四 央视直面问题 只指杨幂演技存在的各种细节问题 而除了汪海玲的点评之外 央视在近期的一档节目中 也没有绕弯子 而是直接地点名批评了杨幂 认为她所呈现的演技 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细节问题 一 台词含糊不清 还要平凡鸣嘴 演技瑕疵被无情放大 首先就是在说台词的时候 杨幂的表现并不算太好 她所呈现的台词 除了有些含糊不清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瑕疵 就是在说完一句话之后 会平凡地鸣嘴 这样的表演细节 很容易就会被观众所发现 而且也会被无情地放大 让人觉得非常别扭 二 过于夸张的演技 让人无法感同身受 其次 还有一些 关于表情和动作的问题 杨幂在某些时候 为了表现角色的心狠手了 可能会有意无意地 进行一些夸张的表演 比如瞪眼和皱眉 这样的表演 却让观众无法真正地感同身受 反而觉得有些生硬 而且也无法将她和角色 进行很好的融合 要是如此直面问题 也是希望可以给予杨幂 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和批评 毕竟现在的她 已经无法再通过一些包装 来掩盖演技上的一些问题了 五 如何解决演技瓶颈 或许可以向胡歌学习 对于目前被央视和各大媒体 所直面的演技问题 相信杨幂自己也是非常清楚的 毕竟 她也是一个非常有自我认知的演员 而如何来解决目前的演技瓶颈 或许可以向胡歌学习 一 脱颖而出 需要用心和耐心 胡歌之所以可以被认为 是一个演技派演员 和她所选择的作品有一定的关系 但更重要的是 她在演技方面的一些坚持和用心 无论是什么样的角色 她都会非常地用心去演艺 也会有很高的包容度 不断地尝试和挑战 各种不同类型的作品 而且也非常肯于接受 各种各样的批评和意见 这样的态度 也让她在演技方面 可以有突破 二 多向胡歌学习 肯于接受各种批评和建议 而现在的杨幂 或许也可以有一些突破 通过向前辈学习 例如可于接受各种批评和建议 不断地进行自我挑战 也可以选择一些 有难度的角色来尝试 相信在这样的努力之下 她的演技 也可以有所提升 脱颖而出 无论在哪个行业 或从事何种工作 保持一颗谦卑的心 和不断进取的勇气 都是至关重要的 杨幂作为一位 备受瞩目的 花语影视女演员 她的职业生涯 也充满了挑战和机遇 当演员或任何执意者 面临事业的瓶颈期时 这往往是一个自我反思 重新定位和寻找新突破的 重要时刻 在这个阶段 杨幂可能会面临 各种问题和压力 但正如您所说 她一定有自己的想法 和办法来面对 和解决这些问题 作为一位优秀的演员 杨幂具备出色的演技 和丰富的表演经验 她可以通过不断学习 和提升自己的演技 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和作品 来拓宽自己的演艺道路 同时 她也可以与导演 编剧等合作伙伴深入沟通 共同探索新的创作方向 为观众带来更加精彩的作品 此外 杨幂还可以通过参加综艺节目 社交媒体互动等方式 与观众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 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喜好 从而更好地满足他们的期待 这样的互动 不仅可以增强她的粉丝基础 还可以为她的事业发展 带来更多的机遇 相信杨幂一定可以通过 自己的努力和智慧 克服事业上的瓶颈 迎来一个更好的突破 我们期待她在未来的演艺道路上 继续发光发热 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和难忘的表演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仅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哦